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11回 也会不客气的朝着对方后路的 在远离对方地盘和没有其他人帮助下 即使一一对二 他自负也有不少的胜算 而杭丽在离开那片山脉中 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留下了一记后手 要是对方真的大举离开巢穴 马上就可以知道的 既然现在对方没有坠来 这个后手就只能当作一种监视的手段了 以防止对方起了转移或者隐匿的心思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 修罗珠一族的实力之强 还是有些出乎了杭丽意料之外 在单独一人和对方一族硬拼的情形之下 有些得不偿失 杭丽虽然不打算冒大风险 而打算会和墨简里等人再说 四个人一起联手之下 应该足以对付修罗珠一族了 杭丽心中默默思量着 魏在这里多滞流 顿光一起就直奔另一个方向积枝而去了 两天之后 在一片湖泊上 杭丽悬浮在高空处 正默默地看着一只不知名的巨大的龟兽和一条双头黑蟒 正在水中方滚地拼命厮杀着 两兽一个仿佛小岛一般大小 硬壳上遍布青苔 一个呢 长约百丈 生满了黑幽幽的硬林 在离二者不远处的水面上 漂浮着一株不知名的金黄色的水草 一半没入水中 一半呢 却流露出了水面之外 上边结着三株珠红色的一果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香气 围着这株金黄色水草的四周的水域内 漂浮着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大小鱼兽的尸体 足有三四十具之多 兴气扑鼻的兽穴 几乎将附近的湖面全都染成了鲜红之色 那头龟兽和双头巨蟒 竟是附近仅存的两头异兽了 汉莉对那金黄色水草和上面结着的三株珠红色的一果 看一不看一下 反而倒是盯着下面的两头异兽 流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但看到那头巨龟被双头巨蟒 一下子死死缠住 体表骤然爆发出了一层深蓝色符纹虚影之后 汉莉的脸颊之上流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果然此兽具有上古真灵玄武兽的一丝血脉 如此的话 不那金折绝就可以再更上一层楼了 画刚一出口 汉莉当即不再迟疑 秀得只是向下方一抖 顿时一道金色长虹飞蛇而冲 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到了两兽上空 往下骤人之间一落 只见青光围着双手巨蟒一绕 就将其一下子斩成了七八截之多呀 那头龟兽见此则吓得立刻往湖面下一沉 就要潜入水中逃之夭夭 但就在这个时候 青红一个盘旋也闪电一般的扎入到了湖水当中 下一刻 汉莉轻描淡写的抬手向下一招 湖水顿时滚滚一分 巨大龟兽就被一根青索困束全身 从中飞了出来 汉莉一只袖子又不经意的一抖 一根手指往下方再稀空一点 呼的一声 青索一下子就化为了细丝般存在 接着周然之间一紧 巨大的龟兽化为了无数碎肉一洒而下 就在这个时候湖面之上波动一起 一只白色的晶莹的波鱼竟然无声的浮现而出 滴溜溜一转就化为了母许大的庞然大物 龟兽的血肉从空中坠落之后 竟一块不落的都掉入其中 汉莉在单手一招 白色波鱼光芒一闪 就直奔其机舍而来 并在途中呢 一个模糊的恢复了原来大小 汉莉五指虚空一抓 波鱼就稳稳的落到了他的手中了 汉莉神念往其中不慌不忙一扫而去 结果片刻之后他流露出了满意至极的表情 果然一其本体的庞大 纵然这玄武真血的血脉不算多浓 但提炼一番也够经哲觉修炼所用 汉莉首帐一个翻转 玉伯就一闪的被收入到了储物镯当中 这才向那株金黄色的灵草扫了一眼 想了一想之后还是抬手将其一把射了过来 雌草对他的作用并不大 但对一些异兽来说却是珍惜至极 否则的话也不会让附近所有的异兽都吸引了过来 并爆发出这般惨烈的一番厮杀争夺 若是遇到合适之人 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易之物 汉莉再放出了一股银烟 将湖面上的异兽残尸 全都一把火的烧为了灰烬 体表丝丝狭光一起 一副就要离开的样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其身上一阵滴滴的嗡鸣之声传来 汉莉先是一愣 但是马上嘴角一翘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的手一翻转 一颗鸡蛋大小的白色金球 就出现在了手心中 金球表面阵阵光运流转不定 仔细凝望之下 竟可以在这些光运当中 看到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 闪动不已 汉莉凝望的金球片刻就一堕足 化为了一道惊鸿 破空而走了 索气的方向和先前大不相同 几乎同一时间 在离汉莉所在位置 数百万里外的一片荒原上空 一道刺目的白光 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高空当中鸡舍顿走着 在白光后面十几里外 则是轰隆的响声韧天呢 竟有几乎连接整天天地的蓝绿雾海 滚滚席卷过来 丝毫不比白光差到哪里去 甚至呢 隐隐还要快上那么一丝 二者一前一后 瞬间就横跨万里之遥 不一会过后 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拉到了十里之内 这个时候蓝绿雾气当中的 一阵低沉的音效传了出来 前端雾气一阵强烈的翻滚过后 观一鸣幻化出了一只 碧绿色的巨蝎和一个淡蓝色的 巨蝉的虚影出来 那蝎子虚影 只是后面巨大的钩尾猛人一摆 这从中一刹地积射出了 一道墨绿色的光柱 另外的蓝色巨蝉的虚影呢 则大口一张 荒原树里内的天地之间 猛然为之一案 前方虚空就骤然一紧 隐约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禁锢了起来 让那道白光顿速 一下子慢了大半以上 如此一来呀 那墨绿色的光柱一个闪动过后 就无声无息的 到了白光背后处 就要狠狠地轰在了上面 可就在此刻 白光当中一声怒吓传来 里面忽然无数五色符纹方柄而出 一个剧烈的震动之后 竟从困术虚空的力量中 一针而开 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赤红的电弧 从白光当中吞射而出 激在了墨绿光柱之上 这看似不起眼的大西洋 其一声闷响将光柱 硬生生的一击而算 同一时间呢 白光当中几声极速的 咒语之声传出 猛然一个颤抖 白光就一下子在远处 消失不见 下一刻十几里外的虚空当中 波动一起 那桶白光 这才重新的凝聚而现 这个时候 才终于可以看得清楚了 在白光当中 有一名老者的身影 一手持着一杆白色小旗 一手持着一柄深红色的小锤 正是墨简离这位人族大成 不过这个时候的墨简离啊 半边的身子 被丝丝不知名的 绿气缠绕着 另半边身子呢 则被一层诡异的蓝冰覆盖 脸上更是隐隐带着一丝凝重 只是转头呢 看了眼后面的雾海一眼 就毫不迟疑的 寂寂一催正光 向前边 风驰电掣一般的飞顿而走 后面的巨蟹缠鱼身影啊 则一闪的溃散而灭 蓝绿色的雾气继续滚滚的紧追不放 就这样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白光当中的墨简离 就会被那雾气追近一些 不得不频频催动手中的两线一宝 放出红色闪电 这才能够勉强的击退 雾气中虚影的攻击 并重新的拉开一些距离 而像这样的追杀纠缠 二者呀 已经持续了一日一夜之久 即使说以墨简离的大成修为 如此接连施展这种秘法神通 体内的法力也消耗了近半之多 要不是他在不久之前呢 身上的法器 刚应到了 韩力就在附近 恐怕也不得不考虑一些 真元大损的保命手段了 不过这数百万里的路程 对于他们这种存在来说 实在是算不上多远 当墨简离再次动用手中的宝物 击退了两头巨兽虚影纠缠的时候 前方天空当中灵光一线 一道青红浮现而出 就直奔其机翅而来 握简离一剑此景大喜过望 当即不再动用圣衣神通脱离远处 反而将手中的那面白色小旗 猛然往头顶处一抛 小旗一个盘旋过后 阵阵白色气浪黄涌而下 一下子幻化成了厚厚光木 将其护在了人壁 绿枝手中的薰红色的小锤 则往身后虚空中横横一击而去 在由韩力来着的情形之下 他自然要给身后的追兵 好好的一个教训 以暴先前一番狼狈逃窜之仇啊 一身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像过后 天空当中原本弥漫的厚厚的乌云 被一股撼动天地力量硬生生的一风而开 一道数百丈长的红色的闪电 一声而下 心雷不及掩耳的 激在了那头巨蝉的身上 此巨蝉呢 一队晃动 提表无数身红电丝弹射不定 在扑这一声过后 就一闪溃散而灭 但是奇怪的是 另外一头巨蝉的虚影啊 也默然之间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嘶嘶声 丢了一滚 经自行化为了雾气扩散而开 滚滚蓝绿色雾气 一下开始往中心处滚滚收缩 天壳过后 雾气尽数不见 终于现出了 里面隐藏之物的本体了 竟然是一头 鞋身缠手 两目赤红的 十几丈长的怪物 此怪物背部呢 还剩有一对巨大的翅膀 四针四膝 隐约之间 有无数人脸在上面 扭曲晃动 这怪物啊 双目行光闪动 盯着墨简离 发出了呱呱呱的几声怪叫 那一对诡异的巨蝉之上 竟另外传出了阴沉的怪笑之声 这笑声刚一入墨简离之耳 让其眼皮一沉 身时大有沉沉欲睡之感 不好 墨简离暗叫了一声 明明知道情况不妙 想要调动神念之力 加以抵抗 但是全身呢 却懒洋洋的 一丝神念都没有办法调动了 他心中暗暗叫苦啊 自己和对方呢 已经追逐纠缠了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不知道对方 还有这种诡异的神魂秘术 这个时候 那些身缠手的怪物 巨吃一斗 直接幻化成了两口 模糊不清的 数杖长的巨刀 徐徐的出着墨简离一展而下 他的动作看似缓慢异常 但是一个眨眼之间的功夫 就到了墨简离头顶处 并毫无阻拦的一下子 没入其护体光幕当中 这一下子 墨简离的脸色可真的是大变了 他心中大吉之下 正想不顾一切的催动体内原因 要施展拼命手段的时候 其身后却是拨动一起 一个诡异的话传了过来 这是什么怪物 似乎有些诡异啊 还刚落 背后雷鸣直升大气 无数道金色电弧 一下子从话语处狂奔而出 狠狠地 急在了那两口诡异的巨刃之上 正是韩丽啊 见势不妙 及时的施展神通 瞬移到了墨简离的身后 放出了辟邪神雷 帮他抵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虚空中则轰隆之声大作 金色电弧和巨刃刚密接触 这却仿佛正是克星一般 将上面缭绕的蓝绿之气 瞬间击灭大半 人口巨刃本身一身的哀鸣传出 也一个模糊凭空消失不见 下一刻对面怪物背上的蓝绿之气是一阵翻滚 一队巨制重新的闪现而出了 但比起刚开始的时候呢 明显的小了一圈 偏身缠手怪物 血目瞳孔一缩 听着寒历的目光中 竟隐约透露出了一丝恐惧出来 这个时候的寒历 却已经将一只手掌握 墨简离的尖头轻轻一拍 顿时呢 一股清凉之意 往对方的体内各处 是一扫而过 墨简离只觉得精神一阵呢 原本的沉沉欲睡之感顿时荡然无存了 重新恢复了对神念的掌控之力 多谢恒秀 你要多加小心啊 这个怪物是在上古修罗界内 也鼎鼎大名的星物 车气死 它一身的毒气 即使大成修士 被它困在其中 也会在一时三刻之内化为血水啊 墨简离急忙冲谢一声 并提醒道 哦 原来是这种上古兴物 我说为什么连道友都不敢直接硬拼呢 不过那些点集上 可并没有提及此兴物 还懂得这种霸道的射魂之术啊 杭力文言 这才有了几分恍然 但是杭力可并没有畏惧 反而流露出几分感兴趣的表情出来 他生气一个晃动 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墨简离的身前处 并上上下下 仔细打亮了这车气死几眼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了 毕竟这种东西啊 他只是在上古典籍当中偶尔才有记载 也许忘记在了上面也有可能 要不是因此 我也不会刚才差点吃了一个大亏啊 墨简离急忙掏出了一个药瓶 服下了几颗 恢复法力的丹药 这种射魂之术虽然诡异 但事先有了提防的话 也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倒是在传闻当中 车气子可是上古修罗界 鼎鼎大名的十大凶手之一 据说其亿万生灵的孽气 幻化而成 具有几种十分邪门的天赋神通 想不到啊 在此界当中也能见到这种凶兽 杭力是嘖嘖称奇啊 韩道友啊 你要多加小心 此兽不是实体之躯 一身的神通 似乎全在那一对孽翅之上了 我先前交手过数次 的确是十分的邪门啊 不过道友的辟邪神雷 似乎对他有克制之效 墨简离的脸色 比刚才略好了一些 吐了一口气 一说道 嗯 我也看出此点来了 他对辟邪神雷的确有些畏惧 韩力文言呢 轻笑了起来 单手呢 往身前悉空一抓 五指间 轻光一闪 一口轻蒙蒙的长剑 一下子幻化而出 只是微微一抖 一道百余帐城的巨头见光 就在这怪兽上空 是一闪而出了 一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512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512回 杭六五指间 轻光一闪 一口轻蒙蒙的长剑 幻化而出 它只是那么轻轻的一抖 一道百余帐城的巨型的剑光 就在怪兽的上空 一闪而现了 一声轰鸣过后 剑光的表面 无数金色电弧在缭绕着 向下狠狠一闪而去 车骑子看到了高空中 剑光当中 混杂金色电光的惊人气势 口中发出了一声嘀嘀的嘶鸣 让只翅膀呢 猛而一抖 身躯就砰个一声传来 瞬间 化为了一股蓝绿色的雾气 接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往下方地面击射而去 只见雾气一个滚动模糊 一下子没入地中 就不见了踪迹 哈利先是一愣 但是马上不加思索的一催见绝 巨大的剑光落下之势 一下子比刚才的 坏了数倍以上 闪动过后 也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展到了雾气没入的地方 一声天崩地裂般的轰鸣传了过来 大地竟在无数金湖闪动当中 寸寸寸四立而开 平空陷出了一个千余丈长的沟壑出来 这道沟壑仿佛深不可测 附近的地面更是焦黑一片 变得寸草不生 且丝毫不见那车妻子的行迹 这凶物还真够果断的 好的也并不太慢 杭丽的脸上 一丝一色闪过 可是想了一想 并没有动身去追的意思 车妻子虽然说名气不小 但本身对其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没有非出手的理由 杭丽自然没有必要追杀到底 车妻子的灵智并不太低 知道并不是你的对手 这才立刻逃走的呀 莫典离呢却笑了一下 神色彻底的放松了 的确是非常狡猾的东西啊 不过莫凶 怎么会招惹到如此凶物呢 杭丽回过身来点了点头 哎呀 此事说起来也算是老夫倒霉啊 原本那是追查修罗珠的下落 结果呢 误闯入另外一种 猪类怪兽的巢穴了 谁知道 在这巢穴下方 还藏了一头车妻子 就这样 被其一路追杀到了这儿 莫简离文言呢 脸上有了一丝尴尬 毕竟 他自从进阶大城以后 像今天这样 被人一路追杀 这么长时间的事情 可极为罕见 原来如此 此界连车妻子这种凶物都存在 看来原先所说的 是上古修罗界的残存界面之说 多半我看应该不假呀 寒厉文言之后 并没有感到有多意外 的确如此 我这一路所见之物 大多是和点击记载的修罗界之物有关 不过 那修罗珠的踪影呢 还是丝毫未见 我等只能在此界逗留十余日 现在已经过了近半的时间了 韩道友啊 你那边可有什么发现吗 莫简离说着说着 眉头皱了起来 莫行啊 不必担心 那修罗珠的所在 在下已经寻找到了 寒厉眉梢一条 轻笑了起来 什么 此事当真 莫简离先时已待 随之呢 流露出了大喜之色 在此种事情之上 韩某怎么会有吸言呢 韩厉微微一笑 那以韩道友的神通 既然找到了修罗珠 莫非那光阴之丝 已经到手了吗 莫简离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有几分期待 又有几分紧张的 再次问道 这个嘛 倒还没有 韩厉脸上有些异样 摇了摇头 啊 这是为什么呀 莫简离有些意外 很简单的 因为我一个人 根本对付不了 韩厉接着叹了口气 一道友的神通 也对付不了 莫非对方巢穴当中的 成年修罗珠 非常的多吗 有多少成年的修罗珠 我还没有办法肯定 但是 在他的巢穴当中 我发现了一头 不亚于真灵存在的修罗珠 什么 有 有这种事情 莫简离听到这 脸色变了 不光如此啊 还有另外一名 实力不在这头修罗珠之下的 大成存在 而且我发现的成年修罗珠 应该就不亚于三个之多 所以呢 和他们略交手之后 我就立刻退走了 谁要将这些修罗珠 全都拿下的话 恐怕我们四个人 必须一起动手 这才有希望 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 莫兄也应该知道 这些修罗珠 还在巢穴附近 收服了不少的 强大的异兽 化神炼须等 接的数量也是不少 合体期呢 应该也有一些 杭力 有几分凝重的介绍了一下 修罗珠 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这么说来 的确不是我们可以单独对付的 看来这一次进入此界 还真的是要拼命一回了 莫简离听完之后 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所以这一次 我们若想得到光阴之思 就必须联手了 对了 莫兄可在路上 碰到了 血染黑灵他们呀 杭力微微点了一下头 忽然问起了其他二人 我虽然在路上 并没有直接遇到他们 但在一处密林的时候 发现了他们留下的一些痕迹 看他们前进的方向 应该也是朝这边来的 莫简离想了想说道 这么说来 他们应该距离此地 并不会太远的 那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快地找到这两个人 杭力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 好吧 你我一起行动 尽快地联系到他们 然后再去商谈联手的事情 莫简离没多想什么 一口同意了 于是二人又商量了几句 就顿光一起 分别朝两个不同的方向 破空而去 大半天之后 一座无名山头之上 韩力 莫简离 分别盘坐在一块青石之上 在二人对面不远的地方 血缘和黑林 两名异族大臣赫然也盘坐在地面 莫简离在和韩力分手之后 不过数个时辰 竟意外地在高空当中 迎面地碰到了寻来的这二人 莫简离自然是大喜过望 急忙把相关的事情 大概地说了一下 再给韩力发过去信息 四个人最终聚集到这处 较为隐秘的山峰之中 而就在不久之前 韩力将修罗珠的强大和血缘 两个人再仔细地讲了一遍 并透露出了联手的意思 若是这群修罗珠 真像韩道友说的这么强大 我们联手也不见得 能够稳战上风的吧 我兄弟二人一起出手 恐怕也只能勉强对付 那修罗珠祖母 或者另外一名异族大成当中的一人 剩下这些韩道友和莫道友 难道说全都能够接下来吗 血缘摸了摸下巴 很是凝重 韩力笑了笑 并未马上回答 他反而回头 出莫简离问了一句 莫兄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虽然没有办法对付 修罗珠祖母 或者另外一名堪比真灵的大成 但是 那三名成年的修罗珠 却有办法可以拖住一段时间的 莫简离想了一会儿 一咬牙 只是拖住一段时间的 这么说 韩道友有把握对付 那另外两名强大大成中的一人了 黑林挟丑了韩力一眼 黑黑一笑 显然这位异族大成 对韩力啊 没有多大的信心 不错 韩莫的确是有此意 不知道 黑林和 血缘道友 打算接下 那二人中的哪一位啊 韩力神色如常 听了韩力的回答 血缘和黑林 有些异样的 互相看了一眼 半晌过后 血缘这才慢慢的说道 若是韩道友 真这么有信心的话 我兄弟二人 自然也会接近全力的 这样吧 先前听韩兄口气 那位修罗珠的祖母神通 是最强的一位 我二人就负责他吧 不过 咱们的丑话 可得说到前边 我们四个人 都是为那修罗珠惊合而来 真要是此战大圣的话 此物该如何分配啊 这个简单 虽然是谁击杀的 金河就归谁所有啊 韩力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墨简离神色微微一动 血缘和黑林文言 却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行 韩道友啊 果然是快人快语 不过这样一来 韩兄可就有些吃亏了呀 吃亏 这可不见得吧 在下若是提前解决对手的话 说不定会在巢穴当中 再找到其他的成年修罗珠 到时候可不会再切然什么了 或者几位到时候没有办法解决对手的话 韩某说不得也会插手啊 韩力打了个哈欠淡淡的说道 若是韩兄 真的能比我兄弟二人解决对手更快 让你插手一把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二人绝无任何怨言 血缘哈哈一笑 似乎对自己呢 更加的自信 行啊 既然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暂且休息半日 明天一早就去对方的巢穴 毕竟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必须要抓紧啊 韩力微微一笑之后说道 这一次 些人等人自然没有反对 纷纷点头答应 不过在这之前 让我先解决一个小麻烦再说吧 黑灵忽然站了起来 面露一丝诡异的说了一句 话音刚落 黑灵一条手臂一个模糊 忽然向身后冒出一拍而去 刺耳的暴鸣之声 骤然之间发出 一股无形的距离 化为了大网 向那边晋雷一般的照相 扑扑一声 一道有些模糊的黄色的人影 在网中不提防的现身而出 他马上大惊身躯一扭 我竟不知道 用何种神通的 从中挣脱而出 戒指光霞一闪 就化为了一道惊鸿 是破空而走 哼 现在还想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黑灵的脸上争鸣一现 拍出的手掌 突然无止微曲往回一浪 哄一声闷响 远处但黄色的人影上空 波动一起 一个漆黑剧长 凭空无限 并闪电般的一击而下 这一次 任凭那黄色人影拼命躲闪 却根本是 必无可避的 只见黑灵一卷 黄色的人影就被剧长 硬生生的抓到了手心中 黑灵狂笑了一声 单手一招 剧长呢 就抓着黄色的人影 往回是飞射而回了 这个时候 韩利等人均都看清楚了黄色人影的真实面目 竟然是一名身穿黄袍 身材枯瘦的青年 不过 他脸上一脸的惊慌 显然很清楚自己是落在了什么人的手中 略犹豫过后 口中一声低吓 勉强一掐绝 体表骤然之间黄色金光流转不定 身去疯狂膨胀而起 不好 黑灵身为大成存在 一见此景的 当即反应过了一声怒吓 一根手指冲远处虚空一弹 痴痴的破空之声一响 一道黑影一下子横跨了百丈虚空 冲到青年呢 是积一式而去 但此举 却已经迟了 这件黑门洞穿了青年身体的瞬间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也同时传了过来 黄袍青年竟抢心一步自暴而开 刺目的光运和阵阵的剧烈的波动 将黑色的大手也震得为之晃动不已 好胆量 敢在本座面前自暴 黑灵的脸色变得极为的难看 黑色的巨掌微微一闪过后就凭空溃散消失了 这个人的印尼之术颇为的高明啊 不过如此果断的自暴深区域 恐怕并有玄机在其中吧 哈雷的目光扫了一下青年自暴的地方忽然一笑 哦 韩道远的意思是刚才自暴的并非那个人的本体吗 虽然目光一闪倒是反应极快 墨简雷文言也流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多半是吧 不过应该也不是一般傀儡或者普通的化身 明明有合体气的气息 真要是自暴的话 不会前仅只是这么点微能吧 韩力淡淡说了一句 嗯 这么说来的确是有些古怪啊 但是刚才自暴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啊 他体内并没有原因存在 血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黑灵却并不甘心的一堕足 整个人忽然化为了团团黑云向四面八方滚滚而去 转眼之间 黑云就搜遍了方圆数万里内的一切的地方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只能轰隆隆的纷纷返回重新一宁 再次化为人参落回山头之上 那小子胆子不大并没有躲在附近 这也算他走运 让他躲过立节 否则的话这要是落到我的手中 黑灵脸上的猙獰之色 一闪即逝 兴兴然的说道 算了吧 那个人虽然在暗中偷窥我等 但这里早就被布下了隔音信致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在谈什么 血染摆了摆手 不知可否 但这个人不会是那位 修罗珠祖母派出来的吧 墨简林一脸胡须 却慎重地说了一句 否则就算是修罗珠一方的探子 远远的他又能看出一些什么来呀 此战的最终结果 还是要以绝对的实力来说话的 黑灵满不在乎 黑灵兄此话说得有理 不过为了小心起见 我们也不必在这里休息 连夜就赶到对方的巢穴服听再说吧 如此一来的话 就算说他们得到了什么消息 也来不及动用什么其他的手段呢 杭力目光微眯 连夜赶过去 血染听了杭力的话之后 眉头皱了一下 似乎呢 有几分不大情愿 以我等的修为 只要在飞行法器上打坐休息 应该也足够养清细锐的 而能够打修罗珠一个措手不及 对于我等来说 总算是有些利处 说不定啊 就是这一丝的先机 到时候就能让我们在后面的大战当中 占据真正的上风啊 杭力微微一笑地说道 好吧 原本薛某的还想用伴雨的时间 临时系列一种大威力的秘术 听韩兄这么一说 还是占据一丝先机 更重要一些啊 谢燃听了杭力的劝说之后 终于动心的答应了下来 道有此起明智 我们现在就走 杭力小子一抖 顿时白光一闪 一艘白萌萌的非洲 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既然黑林等人见状 自然没客气 身躯接连晃动 纷纷踏上了此周 杭力单手略掐绝 白色的非洲 只是一声滴滴的轰鸣 就立刻化为了一团白光 破空而去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在远离杭力等人先前 山头十万里的一处密林当中 淡淡的黄光一现 另外一名黄袍青年 从一棵巨树当中一走而出 他抬头望了一下非洲消失的方向 这才满脸后怕之色的说道 哎呀 幸亏我够记忆啊 藏得如此之远 否则的话 这一次还真的有性命之忧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 进入此界的外人 竟然如此强大 竟然有四名大城其存在 可惜啊 那一句分身离得太远 并没有听到对方谈的内容 也不知道 是不是冲着修罗诸一族而来的呢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513回 《还人修仙传》第1513回